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能够等候 虽哀鸣如歌 心却已安静 正如哀歌结束的最后二节 回转等候更新的年日 必有向古时大卫展权的复兴来到 全然归向神的必能等候 接着我们就一起来阅读圣经的内容 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 遭遇困苦的人 他引导我 使我行在黑暗中 步行在光明里 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他是我的皮肉 他折断我的骨头 他折断我的骨头 他逐类攻击我 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他用篱笆围住我 使我不能出去 他是我的铜链沉重 我哀嚎求救 他是我的祷告不得上纳 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 他是我的鹿弯曲 他向我如熊埋伏 如狮子在隐秘处 他使我转离正路 将我撕碎使我凄凉 他张弓将我当作剑靶子 他把剑袋中的剑射入我的肺腑 我成了众民的笑话 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 他用苦楚充满我 使我保佣阴沉 他又用沙石 沉断我的牙 用灰尘将我蒙蔽 你使我远离平安 我忘记好处 我就说 我的力量衰败 我在耶和华那里 毫无指望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我心想念这些 就在里面幽闷 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致消灭 失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没造成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 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须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 静默等候他的救恩 这缘是好的 人在幼年复恶 这缘是好的 他当独坐无眼 因为这是耶和华 夹在他身上的 他当口提尘埃 或者有指望 他当有人打他的腮夹 要满受凌辱 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主虽使人忧愁 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 发怜悯 因他并不甘心 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 人将世上被囚着 揣在脚下 或在至高者面前 驱望人 或在人的诵事上 颠倒是非 这都是主看不上的 除非主命定 谁能说成就成呢 祸福 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 活人 因自己的罪受罚 为何发怨言呢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 举手祷告 我们犯罪悖逆 你并不赦免 你自被怒气遮蔽 追赶我们 你施行杀戮 并不顾惜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 以致祷告 不得透入 你使我们在万民中 成为污秘和渣资 我们的仇敌 都向我们大大张口 恐惧和现坑 残害和毁灭 都领经我们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 我就眼泪下流如何 我的眼多多流泪 总不止息 只等一个话垂顾 从天观看 你我本城的众民 我的眼 是我的心伤痛 无故与我为仇地追逼我 像追雀鸟一样 他们使我的命 在牢狱中断绝 并将一块石头 抛在我身上 中水流过我头 我说 我命断绝了 耶和华 我从先老中 求告你的命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 我求你解救 你不要言而不听 我求告你的日子 你临近了 说 不要惧怕 主啊 你申明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耶和华 你见了我受的委屈 求你为我生命 他们仇恨 谋害我 你都看见了 耶和华 你听见他们 辱骂我的话 知道他们 向我所设的计 并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人 口中所说的话 以及终日 向我所设的计谋 求你观看 他们坐下 起来 都以我为歌曲 耶和华 你要按着他们手 所做的 向他们施行 报应 你要使他们心里 刚硬 使你的咒诅 临到他们 你要发怒 追赶他们 从耶和华的天下 除灭他们 第四章 黄金 何其时光 纯金 何其变色 圣索的石头 倒在各式口上 西安宝贵的种子 好比金金 现在何竟算为 摇将手所做的 瓦瓶 野狗尚且把奶 如不其子 我民的妇人 倒成为残忍 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 石乃孩子的舌头 因干渴贴住上膛 孩童求笔 无人过给他们 素来吃美好食物的 现今在街上 变为孤寒 素来握诸红褥子的 现今躺握粪堆 都因我众民的罪孽 比索多玛的罪还大 索多玛虽然无人 加手于他 还是转眼之间被轻腹 西安的贵州 素来比雪纯净 比奶更白 他们的身体 比红宝玉更红 像光刃的蓝宝石一样 现在 他们的面貌 比煤炭更黑 已至在街上无人认识 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 枯干如同稿木 饿死的 不如被刀杀的 因为只是缺了田间的土产 就身体衰弱 渐渐消灭 此心的夫人 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 亲手煮自己的儿女 作为食物 耶和华发怒 成就他所定的 道出他的烈怒 在西安使火着起 烧毁西安的根基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 都不信敌人和仇敌 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 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 和祭祀的罪孽 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 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 又被血玷污 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 人向他们喊着说 不洁净的 躲开 躲开 不要挨尽我 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 列国中有人说 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 耶和华发怒 将他们分散 不再眷顾他们 人不重看祭司 也不厚待长老 我们仰望人来帮助 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 我们所盼望的 仅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 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 像打猎的 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 我们的结局临近 我们的日子满足 我们的结局来到了 追赶我们的 比空中的阴影更快 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 在旷野埋伏 等候我们 耶和华的寿高者 好比我们鼻中的气 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 我们曾论到他说 我们必在他印下 在列国中存活 在列国中存活 住乌斯帝的以东民啊 只管欢喜快乐 苦碑也必传到你那里 你必喝醉 以致漏体 西安的民啊 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 耶和华 必不使你再被掳去 以东的民啊 他必追逃你的罪孽 显露你的罪恶 第五章 耶和华 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 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 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 我们的房屋归于外邦人 我们是无父的孤儿 我们的母亲 好像寡妇 我们出钱才得水喝 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 追赶我们的 到了我们的景象上 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 我要得粮吃饱 我们猎主犯罪 而今不在了 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奴仆挟制我们 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因为旷野的刀剑 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 因饥饿造热 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 敌人在西安 玷污妇人 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厨女 他们吊起首领的手 也不尊敬老人的面 少年人扛墨时 孩童被木柴都半叠了 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 少年人不再作乐 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 跳舞变为悲哀 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 我们犯罪了 我们诱惑了 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我们的眼睛昏化 西安山荒凉 野狗行在其上 耶和华 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诗一样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 向我们大发烈怒 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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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